他给聂宁建了一个水晶棺材 在聂宁的水晶棺材底下 他又给他自己建了一个棺材 柯栓柳英雀之木 你说这些真是河南人的那种心迹 就是他写得非常的伶俐尽致 中国人和河南人 大家看这个2012是吧 中国人他可以在那里搞一条通道 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到时候也把那些亲戚朋友 都一起坐上逃亡船 2012看过没 中国拯救世界 怎么拯救的 这是用河南人的方法拯救的 所以他这里呢 他怎么永垂不朽啊 他在列宁的遗体底下 也弄了一个自己的水晶棺材 以后人家参拜列宁的时候 同时也在参拜他 我觉得这个 对这种中国人的心理 对河南人的心理 这个确实是解释得 非常的有意思 就是说对革命的依恋 他也是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完成的 第二呢 我说汉语小时候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 能够穿透现实 穿透文化 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 所以我刚才分析了 沿连科的授活 大家会知道 我说的那句话 里面所包含的美学的含量 我相信大家是能够体会到 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么同时呢 我说的这几句 也依然是有它非常 非常强大的一种 非常深厚的一种美学的含义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确实没有办法去展开 去讨论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费都的这个 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寿活 寿活的是这 很厚 这个小说 它实际上没这么厚了 就是它做的这么 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 有好几个版本 大家可以找来看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秦枪和那个费都在版的 那前面附有我写的一个 一个序 有两万多字 大家可以看看 我这个 这个太过分了 是吧 可能有 我为了多挣点稿费 这个所以把它写的长一点 就是 还不止我一篇序的 这个 还有李静泽和谢友顺的序 因为费都的要重新 它是被禁了 大家知道 它是被禁了 被禁了那么 但是不断地印盗版 所以这样是很不 你没有起到禁的作用 其实伤害的是出版社和作者 是吧 那后来就是让贾民娃的改一改 贾民娃就把那些方格 那空格 把它去掉了 把它去掉了 这个 那么就需要 就是说我们去阐释 这个费都到秦枪 这个贾民娃整个创作的一种意义 是吧 所以他的一种 为什么他应该把它 这个 当然我们也直接去说 为什么应该解禁 还是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们可以在学历上去批判它 是吧 我们可以在学术上 甚至可以很严厉的一种批判 但是呢 它是一部文学作品 贾民娃写作这部作品的态度 是认真地严肃的 是吧 这样我们应该让他 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这部作品 那么阅读秦枪呢 我是从哪一个角度去阅读它 正像这个 受活一样 那是一个长疾 那是一个对遗体的处理 是吧 大家会发现 后现代的经验 是吧 要么是乱人 要么杀人 然后呢 要么是残疾 是吧 要么是处理遗体 它都是在这个维度上 来展开探讨 人类极端的一种经验 也可以说 它是挑战这样一个高峰经验 我记得这个 奈斯比特写的这个大趋势 他在描述后工业化社会 他是一个社会学家 社会学家就说 他讲在后工业化社会 人们的情感的一种变化 其实他们这个大家知道 托弗勒和奈斯比特 这都是未来学家 就在80年代未来学家 是非常吃香的 因为那个时候说 后工业化社会要到来 那么大家都不知道 后工业化社会是什么 但知道一个工业化社会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非常吃香 我一度对这种未来学院非常着迷 所以对这些 托弗勒和奈斯比特的书都看 我注意到 奈斯比特在论述到 后工业化社会 人们的情感特征的时候 他提到一个概念 叫做高情感平衡 他说那个时候的人 是寻求一种高情感平衡 大家知道 现在就确实 我们的传统时代 是不是 我们的情感很容易满足 一亩地两头牛 应该是一头牛 两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勒抗头 这种生活我们就很满足了 那么炒几个花生米 和这二锅头 这就很满足了 是不是 你到了这个现代社会 到了后现代社会 你不满足了 你老婆孩子勒抗头 他不满足 是吧 他要 他要乱来 是吧 他要乱来 是吧 他要 做很多的坏事 他要这个什么 现在很多 我也搞不清楚 我可能这方面的知识 太薄弱了 这可能说了不一定很正确 现在听说 有什么叫夜情 是吧 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是不是有这个东西 可能我这些方面不一定说的很准确 就是说这些东西呢 当然我们应该批判 是社会的不良的形象 但是它禁止不了 是吧 大家在看这个网上 万千八糟的这个图片 是吧 非常多 那么英国前几年 其实还是四五年前 英国国防部 英国国防部 当时披露一个被黑客侵入 结果黑客把这个揭示出来 就是说英国国防部的男雇员的电脑 他们的硬盘的空间 那来干什么 那来下载裸体美女图片 那么大家想一想 国防部 这个应该保卫祖国的 是吧 这些人 是吧 他们把心思 把这个电脑的硬盘 不是装这些 与保卫国家的这些资料 他装裸体 下载裸体的美女图片 男的 是吧 男的当然都是有病 但是呢 就说这说明什么 就是大家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已经很病态了 是吧 这个很病态 当然我们可以用传统的眼光 来看他的病态 但是呢 是不是也是类似 奈斯比特说的 就是说 这个高情感平衡 是不是属于这样一个 他觉得这个 天天看老婆的照片 其实在办公桌上 都放着老婆孩子的照片 是吧 老婆孩子那看好 这个情感已经不满足了 是吧 他要看很多乱七八糟的照片 是吧 他才会满足 他才会满足 就是说 后工业化社会 人的情感处于一种 他要寻找一种高峰体验 是吧 他只有看那些 这个我们觉得黄色的 是吧 不健康的这些照片 他才能健康 是吧 这是非常奇怪 他只有通过不健康的东西 他才能够健康 他的心情才能平静 他才能够正常的工作 他才能够正常的和人打交道 是吧 否则的话 他可能就会发疯 在现实中会犯错误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 就后工业化社会 是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当然还有更极端的 所以你比如说 这个 这方面应该说 大家可能了解的都比我多了 你像这个 为什么这个 当然吸毒是病态 是吧 吸毒是病态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这也是后工业化社会 才出现的现象 当然毒品在古代就有 我们有抽鸦片 中国现在就是抽鸦片 就引起了很大的一种问题 当然毒品是美国社会 也是当今资本主义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后工业化社会 是助长了这个东西 所以前一段 在看这个欧盟 他建立了 叫做安全吸毒师 我看来也非常吃惊 就是说 他干脆就合法化 就让这些吸毒的人 就到这个地方来吸毒 你不要去传播疾病 你不要乱 传播艾滋病啊 然后传播很不良的东西 你干脆就让你这个 因为毒瘾 他揽上之后 他其实是戒不掉的 这些人等于一辈子 你又不能把他打死 其实揽上毒品 等于就是说 揽上那一刻 你就完了 你就完了 这个我们那个 云南有一个 击毒的女警察 他就想 他因为击毒啊 他就看那些吸毒的人 他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会吸上毒品 把自己的一生就毁掉 他就说那个东西 难道会有那么厉害吗 就真会那么厉害 他就说他藏一点 他就藏了一次 他就完了 他就揽上毒品 然后他就毁掉了 毁灭了 所以我就这点 就是远离毒品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 这我要教育大家 大家不要认为 我这个是做政治教育 这个是无论如何 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是吧 我甚至觉得年轻人 在其他方面犯一些错误 这个都可以 老术 都可以纠正 但是绝对要远离毒品 那是毁灭性的东西 是吧 试都不能试一下 当然欧盟现在 为了让他们 不会出去祸害更多的人 不会有更多的人 他干脆让他这个 但是这个现象 是后工业化社会的现象 是吧 像欧盟那种 他高福利国家 他才会去建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中国 你建 希望小学的钱都没有 还有给这些人 去建什么安全吸毒师 是吧 你要死要活 是你的事情 他是这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意义上 我们的文学 它可能在一个 后工业化社会 它在寻求高情感 平衡这点上 它是拓展人类的经验 这点上 我觉得我们对 后现代的文学经验 艺术经验 可能在这个意义上 去理解它 否则 按照传统的理论 我们没有办法解释 我也没办法回答 大家的问题 所以琴腔也是这样 我是从一个 阉格的意义上 去理解它 这个小说 它是写了一个 15岁的 自枪的一个少年 然后小说从这里 来展开 它的叙述的视角 这个叙述起来 我觉得 它本身包含了 对现实的一个 强大的批判 我也是在一个 乡土叙事的终结上 传统的乡土叙事 宏大的 完整的 那种故事性的叙事 终结了 在这里是一个 自枪的少年 被阉格的少年 趴在墙头 观看 听 甚至是用耳朵 听的 这样一个方式 来展开的小说 所以这种小说 它包含的是 对一种文化 失去 失败 消亡的 一种痛惜 去书写的 也是对中国农村的 一种在中国走向 现代的 最惨痛的经验当中 去书写的 那同时也是 书写了 那么强大的 社会主义农村的 经验的衰败 在这么一个意义上 去书写它 因为它里边 写到的 下家的那几个人 是吧 他们有 这个 做清枪的 有原来是当 公社书记的 是吧 他们都衰败了 那么这样一种衰败 是一种文化 和一种历史的衰败 也是一种文化 和一种历史的终结 年轻的一代 都是弹吉他 是吧 穿牛仔裤 懒头发 所以 它变成另外一种生活 所以这里面提出的是 这么一种问题 就是中国过去的 这样一个农村的经验 它在消失 而且甚至呢 土地在荒火 他这个节语里面 贾民王是写到 他触动他的事 他到了农村去 到了他的家乡去 他看到这些村庄 整村整村的都慌乎了 农村 没有青年人不种地了 老人死了 抬棺材的人都找不到 只有在警机当中 打手机 把这些人从城里叫回来 去抬棺材 那么这些经验都非常那个 但是我也看到 就是说 斩民王对这样一个乡土经验的刻画 应该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也看到他的那种责任 和他批判的那种严峻 但是另一方面 比如说我到我们的家乡看 现在年轻人 我们都说 这个年轻人不开拖拉机了 过去开首付拖拉机 这个又可以耕地 是吧 又可以运货 很好 这年轻人开摩托车 这哪像种地的 现在我们家乡的农民 这个 都是骑着摩托车去种地 在山路上 骑着摩托车 然后背后宰着这个媳妇 有的也不是媳妇 宰着女孩子 然后去地里 那个 那个耕地 耕地什么呢 它都不用 很简单的 过去的要除草 大家知道 是吧 那个用那个霸刀 那个除草 现在呢 他拖拉机就能在地里 要耕地了 要离地了 就拖拉机一离 是吧 然后播种 播种除草 它撒除草剂 除草剂剂就撒完了 那有虫啊 它啪 它那个打虫药 那收割的时候 它雇人去收割 现在专门有人家里呢 就买的那个收割机 那村子的人呢 就排队 是吧 你买一台拖拉机 收割机多贵呢 你雇它 它一天给你割完 然后给你脱利 然后呢 甚至呢 都给你把公粮 那个 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有没有交公粮 就卖给市场 卖都卖了 你再骑着摩托车 去把粮食卖了 现在的农民 是这么来生产的 所以它是 你完全想不到 这样一个农村的青年 穿着牛仔裤 揽着头发 农村女孩子 我到那个重庆 有一次 他们带我去乡下 看那个 这个一些古迹 很偏僻的地方 那个车路过马路上 我看见一个女孩子 是吧 这个穿着牛仔裤 在那晒骨子 穿着牛仔裤 头发也懒得 还飘尖长发 是吧 然后在那打着手机 是吧 这个我说 哇 这哪是新一代的 中国的农村姑娘 这个 看上去跟歌星影星 这个 跟刘晓庆啊 跟龚丽啊 这都差不多 这都岁数太大了 这就是老太婆了 是吧 我记忆总是停留在那里 这个 你说这怎么会 是新一代的 中国的农村的青年 它是这样 所以西方人 他完全不了解 现在中国农村的情况 当然 我这说的是 可能稍微 这个发达一点的地区的 这样的 那我去的那个地方 离重庆 城市还是比较近的 当然有非常偏远 还有非常穷困的地方 这我也不否论 但是呢 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农村 发生了非常 非常深刻的一种变化 至少在我们南方 它的这种变化 是非常非常深刻 所以这个小说 我是从这个意义上 去看 蒋冰娃的叙事 它是 蒋冰娃的语言 是有那种 即非常经验 非常的 你看 费都的那个语言 是非常的透明的 是吧 非常纯粹 非常这种 飘逸的 是吧 淡雅的那种语言 在秦枪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非常稠密的那种语言 像水一样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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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蠕动 是吧 然后呢 像那样一个 信笔写去 同时呢 它不断地 浮现出 生活原生的 和生活的原生 同质的那样一种状态 那样一种情态 那么这些 都很难是西方的语言 所能够表现的 因为海语言 它在追求的是一种情境 一种模糊 甚至是一种含混 那么 而且它这里有意地通过一个 被阉割的少年 去听到的 它在墙头听到 像那些 农村的干部在那里 说事啊 说的那些 是吧 它这些小说 充满了这种 乡土的 非常强烈的 一种乡土生活的 原生的 那种状况 这个后面是不是 后面有课吗 有课吗 有课 那再几分钟可以吗 我说汉语小说 有能力永远的意志性 如此独一的方式 进入相同中国 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 如此独一的方式 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 按汉语来写作 我这句话 我为什么 我其实形成这个看法 我这么自信的 有勇气 说出要有一点 中国的立场 同时汉语文学 有自己的 一种文学的一种品性 其实我是在今年 我才确定下来的 也准确的说 也是读了 一句顶一万句之后 我才确定下来的 结果说这个问题 困扰我十几年了 是吧 那么对社会主义 给予文学经验的 重新的审视 其实那些批判我的人 说我怎么是 经验改变的 我承认我今年是 最明确的表达出来 其实并不是 今天困扰了我十几年 而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 建筑于文字的 大家其实可以在2002年 我发表的 这个关于胡锡普的 产式当中 你就可以看到 距今也已经八年了 是吧 看账也胜利了 是不是 我看我自己 也看了八年 这是建筑文字 实际上 那文章后面署名 写于2001年10月 是吧 整整八年 这是建筑文字的 我要说我想得更早 那你说没有证明 但是这是建筑文字 我重新解释了 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的经验 按他们说 我是因为六十周年 是吧 要向党教什么 献礼贺礼 然后说中国文学有价值 这些人都是 不但以最坏的恶意 来拽策这个同行 来进行政治的一种陷害 他用政治的陷害 是用另一种手法 用另一种手法 他说把你不是描黑 他说把你描红 是吧 通过描红来变黑 是吧 这个是刘正云的一句定义 我建议大家去读一下 我的一篇论文 发表在南方文坛上 这个第五期 第五期呢 但是一个非常非常遗憾的 就他把我这篇文章 他的副标题 居然印错了一个字 我这个正题呢 是叫做什么 性存 于去律史化 然后副标题是 一句定义万句开启的 乡土叙事的新面相 一句定义万句开启的 乡土叙事的新面相 他叙事前面加了一个干 乡土干叙事新面相 我说你这个怎么会跑出一个干子 这个怎么也应该跟我沟通一下 那么可能是电脑出了问题 就是传输过程呢 或者是怎么样 他说我经常深造一些概念 所以他们不敢改 以为我是又造了一个什么概念 所以就居然没有改 这让我非常非常绝望 但是呢 我可以这个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我这篇文章是我这几年 我自己最下气底写的一篇文章 也是恰恰对他的阅读当中 我读到汉语小说啊 真是深深 我不知道是如歌如气啊 如歌如素 我读到汉语小说是这种东西 就是说他写不下去了 没写一句 一句顶一万句 没写一句都被另一句顶掉 他讲一个人的故事讲不下去 立即要讲另一个人的故事 一个故事差着另一个故事 我说怎么会这样的一篇小说 我一直不能理解 那么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开始读了几年之后 我坐在那里 发呆发了半天 其实我当时读的是一本白皮书 就是他还没有正式出版 就印了几本白皮书 本来是叫我给他封底写一句 写两句话 推荐 其实不知道为什么 我给很多乱七八糟的书都写了 但是有几本书 我都没有写 其实我是写了 我那段太忙了 没有发给他 然后刘振云和安波顺 黎波他们都催了 特别安波顺和黎波都催了我三四次 我老没有发给他 他们认为我不喜欢这部小说 然后呢 这个后来一直 以为我 就是 那就后来就说算了 就以为我对这个小说不喜欢 我说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我说这是汉语小说的意外之喜 是意外之喜 也是意外之作 是意外之作 结果我就没有 没有把那个 没有 我当时写了几句话 写了几句话 我还记在 记在我的 我的一个本子上 但是时间关系 我不能够 大家在我那个文章里面 可能可以读到 读到几句话 就是非常独特的一种意志性 完全是一种汉语的方式 以汉语的这种方式来书写 写了这么多人物 他当然写的主要还是一个人物 杨摩西 杨百顺 变成杨摩西 变成吴摩西 最后变成罗昌理 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 最后隐形埋名 他是一个喊上的人 消失的 所以我是在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这部作品 第四个 我说汉语小说 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 我说莫言的现代三部曲 所以莫言自己还没有命名为三部曲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现代三部曲 解除中国现代的这样一个进程 我觉得这个作品里面的 那种对整个西方现代小说的那种融合 对中国传统艺术手法 包括张回提小说 包括戏剧的形式 包括音乐的形式的运用 那么包括莫言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语言 这些的运用 我觉得它融住起来的这个艺术 是非常的深广 所以我虽然说这是一个很朴实的话 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 但是这里面包含的东西是沉淀淀的 是一部现代的三部曲 如果大家需要我把 因为这个文章没有发表 因为放在我的博客里面的会影响它的首发的问题 所以我看我把一些主要的观点 我把它放在我的博客里 好吧 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 公共邮箱好 公共邮箱也行 或者博客也行 好吧 我看看都行 这个 那么我要说的这几点 就是我 非常慎重地谈到这几部作品 我认为这几部作品代表了当代汉语小说的高度 应该说这六十年 我说它是前所未有的高度 通过我所产识的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样说 是有强大的理论的后盾的 并不是我随口而说的 是吧 我也是经过很多年的这样一种思考 和一个最终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 我才提出这样一个命题 当然大家 我在此说 大家如果考试 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大家要理解我的很多的同学 我的很多的学生 都不一定同意我的观点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我和我的老师们都有很大的不同 是吧 我和我的老师都能够不同 我为什么不能够允许你们和我不同 所以考试并不以你和我的观点 是不是一致来评判 大家理解这一点 大家今后也会理解 我的学生 他是充分自由的 完全坚持你的看法 不需要有任何的 这个要和我的观点 你怎么认为 当然你同意我的观点就同意 是吧 也没说 你同意我的观点 你故意要装作反对我 这也没有必要 就是你同意不同意 这都发自你的内心 发自你的真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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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